好 我們來看一下 竟然在廟裡頭我們曾經 我們經常會在廟裡收到很多那種 免費的 人家送的 結緣的佛金 那都是做好台 突然有一位民眾說 他就看了結緣書一打開裡面寫了什麼 與大陸合作成投購 這些都不太重要 他說百姓誤信民進黨及新草流程課 怎麼出現這個在結緣書裡 跟隨市長韓國瑜的步伐 先告白託就告白託 只談經濟誤聽民進黨亂黨 已經被騙20年阿扁關56年保外就醫 這是佛金 佛金來民結緣書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文字 連佛金連結緣書都被滲透 所以我來問一下激公律師 你們廟有沒有被滲透 有沒有來找你過 沒有啊 對啊 我們是小廟而已 那多百年的廟 心中多了才會 不是 你那個廟沒有被滲 雖然廟是不大 但是半桌我們算台灣排前面 五千桌 沒有被滲透 人家沒有找你 對 都靈界的 好 我們回來講 激公律師 2020會出現這樣的結果 據說推背圖早有預言 我看這個是這樣 這是一隻黃牛的背上 騎著一隻綠頭鴨 綠頭鴨很容易抖 綠頭鴨就是綠軍的 綠營的 那藍軍的呢 那藍軍我認為 所有政治人物可以選總統的 就是1961年民國50年的朱立倫 他叫土牛 以六十甲子那一是土牛 所以我認為這個圖像 我之前認為說 應該是如果朱立倫選的話 他會邵康中心 那他就是拿到行政權 民進黨還是立法院 押著秦成走 我當時認為這樣 可是所以後來 在2016年的時候 換柱的時候 他自己上場了 他背信 違背他的承諾 主席不應該涉入這個 利害關係人 那所以這隻牛是誰呢 那2020你為什麼 又用這張圖來剪呢 因為韓國瑜說 他承諾了 做了選的市長之後 會好好做滿 做完 結果他黃牛了 他跑來選總統 他黃牛了 對 結果他變成 新的這條黃牛 是變韓國瑜了 對 變韓國瑜 對 魚變牛了 變牛之後他被騎 有沒有印證 你看 這個這裡面 銀卯年年終方睡覺 銀卯年有可能 銀卯年就是卯年到尹年 差不多韓國瑜 休息的那段時間 差不多11到12年 或者13年 這兩個可能差11可能差13 銀卯年就是哈佛陶路的那個 哈佛陶路大概10幾年 差不多這段時間 方睡覺 韓國瑜很重視睡覺 我聽說他睡覺的時候 綁X腰帶穿襪子的 然後我聽農產公司的人講說 他滿豪氣的 滿喜歡喝酒的 所以有時候大喝大醉了之後 要醉兩三天才會醒過來 所以睡覺跟他有關係 他一直在展示他睡覺的功夫 突然今天選了市長之後 突然醒過來了 突然開悟了 結果禪定中開悟之後 登天到就是選上高雄市長 當然選到市長之後 他想說我能不能做總統 所以想要上個青雲 騰善族旅上青雲 穿金帶雲 然後穿龍袍要上青雲 能不能上去 那就要看 這是選前我突然前三天看出來的 六合乾坤為泥造 泥是夕陽 對不對 彩霞 乾坤指的是 韓國瑜最困難就是他的家庭生活 他跟他太太的問題 還有那個王小姐的問題 這部分沒有交代清楚 跟那個皮箱的事情是一樣 沒有解釋清楚的部分 那部分對選票絕對有影響的 所以為泥造 夕陽代表生不住嗎 這是困難 不是日政當中 對啊 所以行政權的黃牛之後 這行政權也沒拿到 因為這個圖像 已經是違背了韓國瑜那一段 那第36項呢 那當然我要解釋說 庚子年農曆還沒到 可是已經圖像走到這裡了 結果我覺得民進黨要選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有跟著圖 提早選 這根據一定有人幫他規劃 提早選 不要印這個圖像 提早成熟 那這圖像是什麼 這延續在前面的一個圖像 所以36應該是比37項更早的 對 那你看17是那樣 到19的時候 這是19的圖像 擠變成了長槍 刀變成了劍 而且本來是有交鋒的意思 變成了長槍 對 擠變長槍 這個擠變長槍 這三叉擠 刀變成了劍 但是兩個平行的時候 是不交鋒 還是各自都整軍精武 準備要打仗 這就很難講了 因為這圖像講的 當然這圖像有點 那顯然就沒有交流了 沒有交流 對 各行其道 那現在小英當選了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各行其道 什麼 就很麻煩 為什麼 太歲實在直徐記 這太歲的名字 太歲新軍的名字 這一年是這個 擾擾茫茫大兵棋 就是要動乾戈 剛剛這兵正後 只是唇槍舌劍 這就是要動刀戈 兩邊在準備 但是為什麼 不畏君王不畏臣 君不甩臣 臣不甩君 因為就是小英總統跟習總書記 兩個就是不對盤 各唱各的調 所以台灣要好 一定要關鍵在這裡 我覺得這一點是重點 時代清隆治方史 才會平靜下來 才能夠治理的順利 好 這是2019 這是2020 20 對 據說 這兩個是綁在一起的 好 也有牽絲對不對 對 牽絲 這個牽絲是我選前 這個是1月5號抽的 1月3號在指南宮特意去求的 準備要解釋這個 這兩個牽絲求出來之後 剛好呼應了剛剛的推背圖上說的 我們剛剛推背圖上講什麼 剛剛不是有這個登天道 對不對 對頭鴨在黃牛背 然後登天道 然後上青雲對不對 好 我們看這兩個牽絲 但是結果看到的是夕陽 結果你看 對 夕陽 但是你看 這個是記得掛頭 叫做李仙祖都胡仙公 小英是不是女性 所以是土豪仙公 你看 架賀飛騰上九霄 欣然得意姓明彪 渡登北雀逍遙地 過了一招又一招 這過了一招又一招 就是說會連任 然後欣然得意姓明彪 這817萬票 對 那他陽明立萬 歷史上最高的投票率 最高的選票 如果把他念成過了一招又一招 也可以解釋他連任 對 不管一招一招 或一招一招都是 就連任 好 這是2020 所以這個牽絲準不準 非常準 你在1月3號 為這一次大選 2020大選抽了 抽了抽了 所以你看 這個上九霄 就是渡他登天道 這跟推背圖是一致的 沒有錯吧 這我沒有做手 這有證人的 抽籤都有證人的 好 來 這一個是我過了兩天 特地去本來看小英總統的造勢 結果我時間來不及 我現在就抽籤 怕廟關掉 好 來 1月5號有抽籤 這個是桃園最大的大廟 是開張聖王公出的籤式 桃園警符公 好 抽到的籤式 一處決地要求全 勞力求之得罪先 無意惡然 偶然 這是偶然 偶然 逢之己 相逢攜首上青天 這不是呂仙祖渡何仙姑嗎 那那個開張聖王說 那這樣子嗎 貴人來了 就一起上青天吧 所以上青天跟剛剛的上青雲 不是一樣嗎 這兩個竟然會呼應 可見那個東西絕不是偽作的 是真的知道天機人寫的 不過現在茶壺內的風暴 風起雲有 為什麼 因為周生代中常委極地請辭 現在已經有八位中常委請辭了 包括江崎仁 蔣萬安審智會黃昭順 包括張立善寫點鈴 楊瓊銀 徐宏廷 現在狀況 昨天晚上 江崎仁開第一槍 請辭這個中常委 那他呼籲這個所有中常委 要一起請辭 中常委總共有幾位 中常委有幾位呢 依照我們黨當規定 目前我們有32位是選任的 選任的 大家看到這幾個都是選任的 那選任裡面 他要有一定青年名額 青年保障名額 那就是40歲以下 所以當時這個蔣萬安 所以青年名額有兩位對不對 我記得 在32位裡面他有比例 那另外還有這個兩位 是這個青年指定中常委 一個是青年團總團長 一個是這個全國青中總會 所以總共4人4位 現在有八個詞了 沒錯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當過青年團總團長 那所以這個34位裡面呢 有八個詞掉了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我們在去年這個休樂黨上 要有這個五個這個縣市首長 那個時候說要納入民意 納入民意 也要變成是指定中常委 不過胡主席來不及這個指定 但我很想知道 我覺得對民眾來講 最想知道的是 這些終生代及其請辭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拱函出來做黨主席嗎 目的是什麼講清楚 還是要讓吳敦義下台 還是要叫吳思懷退 總有一個目標吧 目標是什麼 這個脈絡 我們看到禮拜六這個敗選 禮拜天羅志強等人 這些所謂的中輕世代的議員 跳出來說這個喊加一 他們射出三支箭 第一支是什麼 叫吳敦義請辭下台 禮拜三中常會不要衛留 第二個是吳思懷也要自動放棄不分區 那放棄之後第三支箭 第三支箭是什麼 吳思懷放棄之後 會是誰地補 吳敦義 那他們要求吳敦義也不要地補 直接讓後面的謝龍之間來地補 所以就被大家解讀說 是不是這個 要懂某些人 或者是針對某些人 特別是裡面有誰 羅志強 由淑慧 一人之 這些人當初就是最緊張的 我想知道是終生代請辭的目的是什麼 那終生代為什麼要請辭呢 他們講得很清楚 他們講三支箭 但這些終生代請辭沒有講清楚 我不知道他們請辭 是要改革什麼 要講清楚啊 江啟臣他講了 他說我們辭掉 他說中常委也有責任 這次輸不是只有哪一個人的責任 是中常委也有責任 所以只是為了負責嗎 所以我認為啊 江啟臣他辭 因為他知道 大家都照國民講中常會的組成 其實一直為外界所詬病 江啟臣在這個時候開第一槍 要中常會辭 他其實是給一些中常委壓力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敢跟著辭的 代表比較沒有包袱 或者他也希望中常會改革 現在還不敢辭的人 辭了之後的目的是什麼呢 辭了之後他就會施加壓力 明天中常會現在大家很關注說 到底這個 吳敦義要辭 你們大家都要吳敦義辭 但是你們中常會敢不敢辭 這個我還是沒聽懂 所以講了半天 沒關係 這國民黨的改革呢 就跟水鬼抓交替一樣 不能抓到交替 不能投胎 所以我直接問更關鍵的問題 這裡面所有國民黨的人 為什麼沒有一個人敢檢討韓國瑜 這次總統敗選是韓國瑜 因為我覺得呢 要改革什麼沒有講清楚 辭職只是代表說 我們今天選輸了 那我下台一局勾 我覺得我要負責 但那改革什麼要講清楚 你想改革什麼 你辭職是一種表態 那你一定有你的目標 跟你想要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方向要講清楚 不然辭了半天 我們管你誰做中常委 沒錯 所以要講清楚 那江啟臣他現在說了 他講說接下來我們 包含說你這個組織 都要整個改造 中常會要整個重組 那要不要檢討韓國瑜呢 我怎麼沒有聽到 檢討韓國瑜的聲音 剛剛去選人講 因為他也是敗軍之將 當然 但現在很多人會說 要檢討韓國瑜 甚至包含吳敦義 我覺得本來就都應該檢討 全黨商量都要檢討 那不然我直接問 來來來 我直接問 我這個人比較不客氣一點 那你覺得韓國瑜 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韓國瑜當然 你說這個最被大家 年輕人沒辦法接受的就是 你高雄市長當沒幾個月 就跑來選中 所以這個被大家質疑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可能在政策論述的方面 體運還不夠 我們稍稍幫你們整理一下 對你說的都對 那當初為什麼會容許他 高雄市長落跑 你也是黨容許他落跑 沒錯 所以這個就不是 韓國瑜一個人的問題 當時是黨開了這個巧門 讓韓國瑜可以參選 從去年1月開始 大家就開始在那邊 有一些人開始在那邊講說 要這個徵召韓國瑜 韓國瑜民調最高啊 然後這個我們初選制度 一直一變再變 從這個年初還拋出什麼 美式初選 然後最後講說這個 黨員投票跟民調各版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很矛盾 因為他們要求什麼 吳斯萊退 吳斯萊退之後呢 吳敦也不能地補 吳敦不能地補 那吳敦不能地補 誰地補 謝龍健 那謝龍健 那如果你覺得當初開這個巧門是錯 謝龍健也退啊 謝龍健也退啊 再把謝龍健拱上去 那這件事的邏輯是什麼 所以現在黨內就不同的聲音 現在大家都發出了聲音 有一批人這個希望檢討特定的人 那有一批人又是希望 你是真的要回歸路線 如果包掛像羅志強 他們射出這幾支劍 叫吳斯萊退 叫吳敦一退 最後拱上謝龍健 意思就是韓國瑜不用檢討嗎 沒有 我講白了一點 那就不用檢討韓國瑜了嘛 那中常委到底是請辭還是落跑 這個吳敦一是下台還是逃亡 講白了 因為我幫你們算過 每個月如果要三千萬的話 一年要三億六千萬 國民黨目前誰能弄出三億六千萬來 沒關係 政黨補助款 今年拿到兩億多 那韓國瑜說他的一億六不拿 所以今年四億多過關了 過關了 但是只多三千萬 那有沒有想過 不是阿官 我們做財經節目 公司如果表現不好 一定要裁員 裁員就是讓一些人滾蛋 不好的分支也關門 那國民黨有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中文起辭又什麼了不起 又沒拿錢 但請問如果這個黨部沒有錢 要不要開 那個黨部沒有錢要不要開 這些黨工要不要支錢 因為我真的從頭到頭不知道在改革什麼 你們說叫吳敦一下台 吳敦要檢討 那韓國瑜也要檢討 那搞隔了半天是 韓派讓他上去 那叫什麼檢討 我真的聽不懂 其實我想補充一下應該是說 像我也是有加入江啟臣那個 喊嘉義的名單 但是呢 喊嘉義的不是江啟臣 就是那個 對啦 徐鴻廷 喊嘉義的名單 那要改革 其實就是一個世代交替的問題 因為國民黨他整個青年的這一代上不去 所以世代交替 是一個世代交替的問題 那我懂了 那目標就是說這些人請辭 我終生代請辭 我逼那些老的也要辭 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因為呢 然後老的辭職再換我終生代上去 因為這些整個 國民黨目前的終生代或是青年 很多人都對於國民黨未來的焦慮 希望國民黨儘快的整個改革換新 因為這一次輸在哪裡 輸在的是年輕票 國民黨他整個黨務太老了 裡面全部那些老的一批 不退的話上面上不去 這一次的出口是在這裡 所以說這些人其實標的 那就給你親人講一下 因為到底要改革什麼 我來講我認為要改革什麼 我一直幫這個 你搞不清楚他們要改革什麼 我一直幫他們講 跟幫羅志強講 其實說真的 都有各自我認為OK跟不OK的地方 我來講我認為應該要改革什麼 現在不要去檢討到底誰該負責 本來大家都應該要負責 該負責的人就該負責 但是現在互相只責吐口水 早戰犯沒有用 我們最大的四個問題 接下來就是第一個 兩岸論述 兩岸論述這一次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在這次選舉裡面 九位公司義中各表 那你認為誰做黨主席 有辦法好好改革 這一個已經不是誰做的問題 現在會不會是假改革之民 行權鬥之時 現在是不是在拚黨主席 外面有很多傳言 有很多人在這樣 趁著敗選 又進行一次血淋淋的宮廷鬥爭 下一波的目標是黨主席 所以現在是假改革之民 行爭權之時 所以我才一直講說 大家不要一直去針對人 你提出說你希望改革什麼 如果你真的要喊的話 那現在有沒有在運作黨主席 有沒有我不知道 因為我 你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要選 每一個政黨 敗選黨主席卸任 底下各派系各團體 要去增足大衛 提出對這個政黨 未來的一個方向論述 取得大家的公約數 產生性的黨主席 每個政黨都不一樣 包括民進黨也是 上市小英選輸之後 也是撕殺一篇之後 卓文太出來 很正常 所以說現在這個就是 國民黨敗選之後 主席下來 然後看到底誰 他的論述 能夠讓黨內大家都相信之後 重新再回來改革這個政黨 那現在目前要的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世代交班的問題 來 秀卓 但我講直接一點 世代交班 難道國民黨的年輕世代 沒有做錯嗎 韓辦的記者會裡面 每次都跟我講說 韓國瑜會大勝 有沒有 葉元之騙我 鄭兆欣騙我 王淺秋騙我 何敬灣比較正 算 原諒他 他們可能自己都情報錯誤 那就情報錯誤 那你徹頭徹尾 爛的吧 昨天下信夫也講了 他收到的資訊 估票到選前的最後一天 估 韓國瑜是贏的吧 你連韓國瑜會不會贏 這個判斷都出錯了 那情報錯誤 那你情報也出錯 請問主發會 文傳會 你這個底下是不是全爛掉了 不然怎麼會拿出錯那麼多的資料 原來說韓國瑜會贏 結果輸人家260幾萬票 我覺得這個如果要檢討 抓交器通通殺光 我甚至認為國民黨 根本就應該宣布破產 重整 不然你整個黨產 你揹在背上 我研究過很多國民黨落選的立委 他們選的其實比黨跟比總統候選人要好 但他還是落選 你要怪誰 所以接下來我們除了剛剛提到兩岸論述 再來組織改造 組織改造 我認為他們提說這個 要中常委全部一起持就有用 組織改造已經不只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主發會文傳會都要檢討 中常會的結構也要改變 中常會的結構一直長起來都被大家詬病 說真的中常委除了這幾個 他們因為有明代身份之外 其他人大家知道是誰嗎 我隨便講幾個名字 比如說這個姚江林可能比較有名 你說這個姜碩萍 還是什麼李德維現在這個 當不分區的大家知道 然後你說這個楊柏仁等等這些 我講過的可能大家都沒聽過 所以他已經沒有民意代表性了 難怪國民黨可能 比如說中常會這個權力解落 會脫離民意 我一句比較直接的 你們的不分區名單 有沒有花錢買位子 有沒有聽過有人拿錢 然後可以列 拿多少錢就可以列入不分區 這件事有沒有 各種傳言都會有 我有聽過 但是我 那有聽過就查啊 就辦啊 哪一個不分區名單上 被傳是拿錢出來買的位子啊 那個去退啊 但是本來各種傳言都會有 那查嘛 我可以補充一下 有那個傳言 不是傳言 是有人是花了錢想買名單 結果錢被收走了 還排不上去 因為據說我聽到是說給的不夠多 對 那這個很多 其實呢 不要說國民黨 據說 不要說國民黨 其實很多政黨都有這種情況 因為呢 還有很多叫政治前客 政治前客就是說呢 但是我們現在是要改革國民黨嘛 我們希望有一個堅強的在野黨 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各個政黨都有 今天是國民黨趴下了 我們希望在野黨要強 因為唯有執政黨強 在野黨強 中華民國才會強啊 沒有錯 當然就是我們 我們都是 我是堅證的國民黨員 所以現在是要改革國民黨 你要改革 要改革 對 但是今天你說的什麼 花錢買不分區名單這個 其實呢 我聽過的就是 很多政黨都有例子 但是我聽到的例子都是 錢被捲走 然後呢 沒有排上去的 那我還是在直接問啊 那接下來國民黨 千瘡百孔 你提出來人也不行 你整個組織也不行 你實際上 連上一個總統候選人 我們這樣講 如果跟韓國瑜比起來 吳敦義的政黨票表現還不錯 韓國瑜也沒有特別差 但他就是一個 不該在這個時間出來 不該做這件事情 總統候選人 就導致史上最大的差距的時候 難道國民黨沒有想過 你黨內是不是頭頂身瘡腳底流農 才會從去年7月以後 大家一致維護 都說韓國瑜好棒棒 是我們見過有史以來 最棒的總統候選 黨內的衛徵到哪裡了 黨內沒有衛徵 剩下一堆衛中險 每個人都是區域維護的時候 這已經不是改革的問題 是國民黨的整個體質 就是大家互相拍馬屁 出這個中常委就拍拍拍拍手 我補充一點 我也要幫他們講話 你知道吳思懷在整個中常委 還是哪一個中執委 投票的時候 他反對票比贊成票要多 多了這麼嚴重 結果他還是照樣上 因為體制沒有規定說 反對票比較多就可以下 上了之後 吳思懷又跟他講說 未戰先強不是我的個性 你都快把國民黨毀掉了 你還未戰先強 這種狀況用吳思懷來反應 就整個國民黨缺乏內省能力 遇到狀況 你黨都快要毀了 然後你還說未戰先強 誰管你啊 國民黨快被你弄死了 我倒覺得 這比較大的問題 絕對不僅僅只是內省能力 吳思懷背後到底有什麼樣 讓吳敦玉覺得非讓他排擠 不分區名單的原因 這個好好查一查嘛 而且是真的很多人反應 國民黨內部那個時候 不是沒人反應 但是被壓下來 然後這個不分區名單裡頭 文人所詬病的那些人 到底什麼原因還可以排上去 好好查一查嘛 那有還沒有 我不知道今天要改革就好好查 來 我跟你講 我要應賀韓國瑜 你看我很少應賀韓國瑜對不對 國民黨內部應該成立特徵組 查出來 從去年到現在 所有錯誤決策 到底是哪些混蛋 決定這些錯誤決策 讓國民黨從去年 我跟你講 我們還是再提一次王世堅 王世堅在去年2月的時候 承諾說蔡英文已經要跳海 可是沒有人報導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覺得絕對不可能 蔡英文那時候輸給韓國瑜 30幾%的支持度 到底是誰做的 你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國民黨可以從 2018年 如日中天那樣的聲勢 不到一年最幫忙 什麼原因要找出來 辭職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 就像朱熹英文說 乾脆國民黨成立一個 國民黨內的特徵組 特徵組 敬騰兄可以成立特徵組 擔任調查官 這裡面有沒有人想做兩岸買辦 是不是因為想做兩岸買辦 排了某些人 有沒有人拿錢買了不分區位子 有沒有我不知道 但傳言真的很多 傳言好好查一查 當然我們現在有在討論說 我們要成立這個檢討小組 就是說整個是改革的東西 包含說剛剛我提到這個兩岸論述 還有人才培育 組織改造 還有財務健全 每個月現在至少要投參考 但這個是實際上我們要做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在講說 要去檢討 什麼兩岸論述 開開檢討會 學術論壇 國民黨最核心的問題 你先看看 為什麼這次會排這種名單 然後你先看看 為什麼當初這些人被詬病 還能夠排上去 那你先想想看 為什麼在選戰打成這樣 為什麼中央跟地方不能協調 互相怎麼樣勾心鬥腳 你先把今天是查清楚 國民黨 國民黨也需要反滲透法 你知道有沒有人代表民進黨 或是外部主力滲透國民黨 那個是學術論壇要做的事 你們現在做這個幹嘛 我說真的 我們現在早餐飯找完了 我覺得國民黨 最會搞表面功夫 但是我必須持平而論 你去看 你說大家都說 這個國民黨福生平台 很差很差很差 沒有錯 裡面的確有幾個人 大家不是很喜歡 可是他的政黨票 其實跟民進黨沒有差太多 所以說表示說他這一份不分區名單 沒有像外面講的這樣子 很多時候 吳施懷確實我也認為 我個人也支持 吳施懷應該要持 但是吳施懷他 我也認同是 吳施懷他是被民進黨炒作的一個 算是替死鬼 所以這個兩件事情 我覺得要分開來一題 所以說國民黨的 這一個不分區名單 我個人看是沒有說 像大家講的差到那麼地步 不然的話政黨票不會到這裡 但是國民黨要改革是肯定要的 我講個小故事 跟青年部有關 為什麼 以前我在青年部 我也是裡面中貞會員 常常開會要叫我去 但自從有一次 我在某個黨主席跟青年部座談的時候 我只講了幾句應該要怎麼改革的話 從此之後 我再也沒有收到青年部任何開會通知 這就是國民黨的文化 所以這個是最嚴重的 根深蒂固爛到骨子裡的問題 就是拍馬屁 然後論資歷論排輩說話要得體 這個都是現在 到現在呢 這個年輕時代 這就是狗屁了